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105学年度国中美法技职竞赛的活动 21号是在育人中学展开 32位来自县内的各国中技职班的同学们是大呼紧张 有人担心发卷上不完 不过也有人提早20分钟完成 还有时间观摩别人的作品 时间还有一分半 听到评审老师的提醒 来自九所国中的32位技职班同学 几乎都开始快马加鞭 姿势到底优不优雅已经不重要 发卷角度美不美 发片均不均匀才是得名的关键 其实像美感第一个就是它的角度跟亮度跟颜色的排列 所以它整体性看起来就不一样 对 所以你在整体上排列下来 只要它颜色对了 角度 亮度 发片 像美感的套法对了 其实它就是很漂亮 整体的观念就不一样 育人中学第一次接受县府委托 承办家政职群的美法竞赛 设定的竞赛项目标准是烫法 等于是学科的基本功 关心技职教育发展的教育处长刘振宁 这一天连跑三所技职学校 想亲眼看看学生们练习的成果 这样的一个技艺竞赛 其实基本上我们应该要对应到台东的国中毕业生 其实大概有将近五分之三的学生呢 他们是选择职校 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台东的国中跟我们现有的高职 不管是在他们哪一个群科的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充分的连结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台东的技艺教育 是要考虑到台东的在地产业 我们也希望连结西部的相关的资源 能够进到我们的台东的国中的技艺教育这个部分 90分钟的复赛时间到了最后 有的男学生早就做完 老神在在看着别人的作品 不过当然有人求好心切 希望拼到最后一秒钟 对手很多 就看起来都很强 就是会怕 怕没有捐完 就是也怕会怕输啊 因为其实我还蛮对自己期望蛮大的 因为没办法对到 所以法片就抓得比较厚 卷子优得好看 优得比较厚 法片抓得比较厚 比较不好 复赛成绩稍后会由县府公布 并颁奖鼓励 也会成为高中免试入学的正式参考 记者赖永诚 台东市报道